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问题差异在哪里 知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Nikon 经常强调他们的Z62 做了很大的改良 回应了一些用家的需要 这边改了一些 那边改了一些 就是AF 又快了 就是改了商卡 就是很多是改了的 但是現在的用家需要的不是改良 而是石破天驚的突破 等於人家已經做到8K片 不然會熱 另外一間是1秒30張化神經 就是說用家未必需要的東西 但Nikon是做了一些用家需要的東西 分別在這裡 我聽下去這個訪問看怎麼說 這個訪問如果在網上 我就引述《色影無忌》這個網 將整個訪問出來了 我會穿插一些問答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個訪問相當厲害了 Nikon有四位設計影像事業部 開發統括部的設計師 幾位大員 去見一些媒體 我就將一些問題跟大家討論一下 有一個媒體 我不說哪一間 大家直接去看看 他說這次Nikon Z7II 這次有4K30P 用93%畫面做採樣 可以理解為非常細的畫幅裁切 而Z62也有1.5倍裁切 看上來似乎是 原先比較偏重視頻的Z62 為什麼會比Z72差呢 這件事我幫他答一答 其實是我知道的 其實Nikon上一代的Z6和Z7的分別 Z7是高解像 他將定性為拍硬照 所以視頻這部分 視頻這部分 做強一點給Z6 大家有印象 Z6是拍片的 其實都不是的 Z6是要拍照的 亦都可以拍片 Z7拍片 拍照又可以 拍片又可以 但拍片又不夠 Z6好 但是到了這一代的話 Nikon其實重新定位 他正式會將Z7II定性為一個全面性強一點的機器 整體上就一定不夠Z7II好 所以拍片的話 都是Z7II比Z6強強 其實這件事已經說過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Nikon的答案就說 Z6就是要等它Firmware Upgrade才有4K 60P 而且它是支援FX格式和DX格式 所以它1.5倍材質就不是問題 你當它DX格式就搞定了 Nikon給了一個答案 OK 第二個問題就是 NikonZ系列中 Z7II的弱光對焦性能就差過Z6II 這個真的我也發覺了 假如在低光那裡 Z6II比Z7II的AF更好 低光AF 那是更好一點的 但如果在真實世界去試的話 我又不覺得很大的差異 就是兩部機器在很低光都拍到照 那視乎 你看看是怎麼用的 那記者就問 為什麼D780可以到-7EV弱光都可以 -7EV低光都可以 為什麼Z7II不能夠那麼低呢 那這個答案就相當有趣 他說Z7II和Z6II的弱光對焦性能 如果要和D780比較 那應對鏡頭的光圈就會有些差別 但是這個是完全根據 用戶的實際使用來進行的設計 Nikon就會根據用戶使用的設計 就是他不會做更加厲害的東西出來 他覺得用家認為夠就可以了 OK 是啊 那機器設計方面 記者有問題 Nikon有沒有考慮到 側邊反螢幕的設計呢 例如像Panasonic的S1 S1H 給大家多一個側邊反螢幕的設計 這個問題我親自和Nikon都講過了 講到 真的很醜 沒辦法 Nikon現在所有相機都沒有側邊反螢幕的 現在我在拍片這部機是側邊反螢幕的 這部是Canon的EOS的M50 M50 很早知道以前也不是這樣反螢幕的 用家去追捧這部機 銷路就相當強勁 連帶後來 Sony那些頂級機 例如A7S3 都要側邊反螢幕 去到頂級機的側邊反螢幕 Panasonic的新機 例如S5也是側邊反螢幕 富士的XT3 不是側邊反螢幕 是HT4 再厲害一點 都是側邊反螢幕 其實整個大小是知道明白用家是有這樣的需要 無論你硬照拍照也好 你是需要 Nikon有兩部 我不跟他爭 Z6II、Z7II 你隨便做一部也好 Z5給側邊反螢幕 Nikon一部也不需要 答案怎樣呢 關於側邊反螢幕 肯定他考慮過 但他認為現在這個上下反螢幕 操作上比較快 用家可以一邊單手操作鏡頭 另一邊用單手來反螢幕 所以就不影響鏡頭操作了 所以基於這個實際操作的考慮 Nikon最後都不給側邊反螢幕 真的 我真的 就是 無話可說 Nikon的考慮 他是考慮過的 他是從用家的角度 但你有沒有考慮過另一種用家的需要呢 而且你不用報報也是這樣 只給一部也好 OK 沒辦法 這個記者好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給側邊反螢幕 Nikon到現在都沒有一部側邊反螢幕 一個很簡單的設計 就不給你就不給你 這個就是Nikon 這個 他考慮到用家的需要 OK 有個記者問 OK Z7II的對焦升級比較明顯 除了相處理器之外 對焦性能還取決於什麼方面 不用問 當然是這個運算 那麼 Nikon的答案就是 Z7II的支援闊區下的眼部對焦 對焦性能也有提升 這些全部都是因為運算法 那麼真的 雙CPU其實是有幫助的 但是只是幫助運算速度 但是問題是怎麼運算呢 運算法是很重要的 Nikon這方面對焦越來越好 就是上一代 Z6和Z7的AF的話 相對於現在Z6和Z7II的話 在新一代比較好 OK 有記者問 在機身的畫質表現方面 有記者注意到一個有趣的地方 他說無論Z7和Z7II都比8D850好 肯定D850的用家 就不會同意這麼說法 他說Z7和Z7II的色彩 還原就比D850還好 例如白平衡會比較好 記者說 所以Z7II這方面 是不是相處理器的提升 使得白平衡比較好 肯定不是 我跟他答定都可以 另外Z7和Z7的算法 有沒有新的優化呢 我告訴大家 其實白平衡準不準 這也是一個 不是議題的議題 其實是看相機公司怎麼設計 很早就已經可以做到很準確的白平衡 這是很基本的 在運算上 看他自己怎樣去分佈 你給他一張灰卡 他測出來要準的話 這是很基本的 所以這不關運算準確 這不關準確的事 這完全是在他的方法怎麼寫 看這個方法怎麼回答 在色彩還原方面 自動白平衡準確度方面 與其說是相處理器提升 其實是針對白平衡功能 進行運算的改良 其實他的方法不同了 就是以前這樣計 現在這樣計 我那時候覺得 完全是風格問題 Taste 就是絕對不可能存在D850的 Wight Balance會比Z7差 就是兩部機的風格不同 他就說 尼克恩回答 Z7II 他們設想其中一個很重要 是進行人像拍攝 即是D850的設計 不是給人像拍攝 所以Z7II的白平衡 會針對人像去設定 所以白平衡做了很多改良功夫 這方面就是這樣 所以兩部機的設計是不同的 即是尼克恩的心目中 Z7II和Z7II是拍人像多些的 那這部機不夠快 是不是 即是 單反在D850的話 這個設計就拍另一種東西 所以要白平衡做了 可能拍風景 拍Landscape多些 OK 另一位記者問 在我們使用當中 就發覺 尼克恩的Z系列 在開了機身防震之後 那個視頻果凍 Jelly effect 就比較明顯 這個真是大鬼王 未來尼克恩 有沒有可能透過Firmware 升級 改良這件事呢 特別是拍影片的時候 那麼尼克恩就答我們 很感謝記者給他的feedback 據說 最新的記憶 還有拍片 2 4